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影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恐怖片 细微 影片开始 一个男子把一个心脏切成了好几块 然后下锅小火慢炖 接着把煮好的水倒在碗中细细品尝 电影也就此开始 时间被拉回到1946年 男主黄立辉从中国偷渡到泰国来投奔叔叔 因为人生地不熟再加上语言障碍 黄立辉被移民官臭骂了一顿 接着又因为交不起十块钱的过关税 最后被剃了饭 关进了难民锁 第二天 黄立辉被叔叔接了出来 然后被带到了鸡哥家里帮忙干活 主要就是杀鸡 因为黄立辉起初干得并不好 由此遭到了老板一家的嘲笑 连晚上吃饭都只能吃米饭 除了伙食不好 黄立辉的工作量还大 而且还经常遭到老板家熊孩子的恶作剧 不过 因为寄人篱下 黄立辉只能忍着 不过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某天 黄立辉趁老板一家出去过节 偷了老板娘的钱 离开了那里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也接二连三地出现儿童被杀案 犯罪手法如出一辙 皆是儿童的内脏被挖走 一个女记者非常重视这个案件 不顾上次的劝阻一直跟踪调查 镜头一转 黄立辉逃跑后来到一个粮仓打工 不过 因为她患有哮喘 再加上体力不是很好 黄立辉经常被同事瞧不起 不过 老板的女儿梅很喜欢黄立辉 不仅帮她倒水 还送她花朵 这样黄立辉在无望的生活中找到了一次希望 不过 黄立辉的同事还是喜欢没事就侮辱她 不仅把没送的小花踩烂 还把黄立辉刚从药地里抓来的 治疗哮喘的药给丢到了水里 黄立辉的生活再次陷入了绝望 午夜梦回 黄立辉又梦到自己参加抗日战争的事情 看到了残害老百姓的日本鬼子 还梦到了自己的长官 逼迫自己掐死日本鬼子 因为梦境太过于真实 现实里的她也不自觉地乱动 恰逢 没这时来找黄立辉玩 于是 黄立辉失手就把梅掐死了 醒来之后 黄立辉感到深深的绝望 这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却又这样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女记者听说有新的案件发生 于是也赶过来采访 还留了一点钱给黄立辉 因为身体越来越不好 老板就介绍黄立辉去自己亲戚的菜园子里工作 菜地的工作自然是轻松很多的 黄立辉的日子自然也过得轻松了许多 可惜 好景不长 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打碎了黄立辉所有的希望 断送了她所有的心血 而黄立辉也变得越来越厉害 因为没有钱买药治疗哮喘 她不得不用母亲送的匕首 骗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挖出他们的心脏来熬汤做药 因为这是小时候妈妈为自己吃的药的味道 就这样 全国各地的儿童死亡案件频频爆发 虽然凶手不止一个 但是为了安抚群众 警方声称杀手只有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自然就是黄立辉 女记者虽然不认同警方的说法 但是还是根据现场留下的匕首想到了黄立辉 还画出了画像 于是 在接下来的一次犯罪现场 警方成功地抓获了黄立辉 接着 画面回到了1927年 原来黄立辉的母亲 曾经用死囚犯的心脏当药煮过汤给她喝 这也是为什么她觉得那些汤 就是小时候妈妈为自己吃的药的味道 影片的最后 黄立辉在警察的诱导下 承认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杀死的 结果当然是获得了死刑 电影也到此结束 整部电影的台词并不多 全靠段一红的演技撑起来了 据中 黄立辉本来是一个善良懦弱的人 但是 生生被社会逼成了一个恶魔 人如果犯了错都可以出发 如果是社会犯了错呢 那么该如何判决呢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